Hello 大家好 我是演员赵昭怡 我的新作品也不算新作品了 大家应该都已经看过了 是芒果TV读播的一夜新娘 然后我在剧中饰演的是花蓉 花蓉是一个很古怪 很激烈 然后有很多鬼主义 然后心中又很勇敢 有自己正义感的一个女孩子 仗义说财 千金散尽 我的新年规划就是 好好学习 好好工作 争取把六级考过 其实我觉得花蓉和我的气格度蛮高的 因为在选角色的时候 导演也是因为我跟花蓉很像 所以选择让我去来诠释这个角色 你们写的诸个词比较好 我写了四个词 待会儿你们看一下 然后花蓉它是一个 就是在私下生活里 我可能比花蓉还要疯癫 然后但是花蓉是一个很单纯可爱 很善良的一个小女孩 然后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可以很大手大脚的放开的去把 自己真实的性格去放在里面演 其实我想尝试的角色有很多 因为我刚开始拍戏不到一年 所以我接触的角色其实不多 所以很多角色 比如说酷的冷酷的无情的坏的反派 我都想去尝试 所以如果有机会我能够去接触到这些角色的话 我都愿意去好好的诠释 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做到 冬天出门一定会戴围巾 因为脖子长所以需要保暖 然后还有护手霜 然后还有唇膏 因为北方的天气比较干燥 然后所以要时常滋润一下自己 然后还会戴 偶尔会戴手套吧 比如说下雪的时候会戴 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去摸手套 然后最重要的是会戴卫生纸 因为会冻出鼻涕来 护肤秘诀就是每天晚上卸妆一定要卸干净 一定一定要卸干净 然后其实我刚开始也是卸不干净 经常发现第二天化妆的时候 我的眼线还有我的睫毛膏都是有残留的 但这样子其实对皮肤很不好 所以卸妆一定要注意 然后还有就是用专门的眼唇卸妆液 再搭配着卸妆膏这么去使用 然后每天晚上卸完妆一定要服一片面膜 或者是保湿到 美白到都要去服一片 然后镇定一下自己的肌肤 然后再用适合自己皮肤的水乳就好了 我更喜欢第二套多眼 其实我两套都蛮喜欢的 因为是与不同的风格嘛 然后我本人呢又是双子座 所以哪一种风格我都很喜欢 都很想去尝试去驾驭它们 但我更喜欢第二套 因为我觉得第二套 是偏比较复古 比较港风的这么一套的造型 我觉得这套造型是我之前没有去尝试过的 就很又甜又可爱 然后又觉得很美 私服里面 其实我什么类型的衣服都好一半一半吧 有那种偏休闲的运动装 比较多 然后鞋子里面的话 我的运动鞋比较多 矿跟呀 然后板鞋呀 然后运动鞋呀 比较多 然后高跟鞋 其实除了脱出场合很少穿 所以就是我的私服里面的话 风格都有吧 一个词形容我的衣橱 摆花盛开 眼花缭乱 哪种穿衣风格的男生 我喜欢很多很多风格都能驾驭的男生 因为比如因为在不同场合 需要穿不同的衣服嘛 然后在宴会呀 或者说是恒坛仪式这样的场合里面 需要穿正服 领服这样的衣服 这样的衣服 但是在私下里呢 我希望这个衣装能舒服一点 会一点 比如说运动装啊 然后再穿风衣啊 都很好看的 那孩子 花拥的雨季啊 我想想啊 花拥有点蜘蛛 快点去睡觉 你不睡觉我自己去了 但是你做梦记得要梦到我 睡觉要跟我说 你要是不梦到我的话 明天就不理会了 哈喽蘑菇街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赵赵怡 祝大家新的一年 使用数不完的快乐 数不完的开心 数不完的金钱 数不完的健康 然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